柯文哲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柯P吳大將 戰狼坐先鋒 所以他手下 並沒有說 因為像藍綠 其實因為都各自組黨發展滿久的 除了總統候選人之外 下面還有很多立委參選人 很多小姬 然後黨流黨的幹部 那這些立委小姬跟黨的幹部上節目 在講話的時候代表他們政黨的立場 來做這個相關政治論述的時候 畢竟政治是一門專業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把政治這門專業的專業度看得太低了 他其實不尊重政治這門專業 他覺得他智商157 他有考上台大醫科 他是台大的醫生 所以他來做政治 一定也是一等一 一定也是很棒 所以他造成了一個問題點是說 他手下沒有真正的強將 然後他是靠著什麼 他是靠著網紅式的經營 在經營他自己 所以像館長 其實他是社會上的一個意見領袖 坦白講他也不是民眾黨所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他也不是民眾黨的幹部 照理來說館長跟民眾黨的連結 應該不會被連結那麼 很難講 館長整個人是現在還沒有 會不會可能之後有個位置也很難說 當然如果他以後要參政 那是他個人的權利 不過我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是說 為什麼因為過去館長也曾經挺過很多人 他也挺過韓國瑜 他也挺過侯友宜 然後館長也支持過民進黨的一些立委 但是韓國瑜侯友宜跟民進黨的這一些立委當中 並沒有產生像館長跟柯文哲之間這麼強的連結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除了他自己個人之外 他現在他身邊沒有其他的強將可以幫他出來解釋事情 或是幫他出來論述他的主軸 那就變成是像館長這種自帶大流量的網紅 然後再加上716這個館長跟柯文哲的連結搶起來之後 現在變成是大家網路上的網友 在看館長的言論之後 他就會去詮釋說OK好 這就是柯文哲陣營的立場 那這樣就會發生個問題 因為館長他是一個網紅 他是一個做電商做健身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一般百姓 所以他的言論尺度會非常寬 他的言論尺度會很廣 可是做政治不能這樣 比如說館長他就講說 這個各種的爆出口 那是他一個百姓 也許大家都接受他這樣言論尺度 可是如果說他跟柯文哲的形象連結在一起 那這就會對柯文哲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就是包括說這個716之後 館長對於那天去舉這個A4白子的女生有意見 在直播上一直一直批判他 那只有柯文哲在邀請館長去他的演唱會的時候 人家就會問柯文哲一個問題說 那你是否認同館長對這個小女生的批判 那柯文哲他現在就陷入了一個 他到底是對這個小女生的看法是什麼 大家會拿館長的態度去 那或者是說館長他是一個百姓 所以他誤會他以為賴品渝做了七年立委 但實際上賴品渝只做三年對不對 那一個百姓可以這樣誤會 但是如果這變成是說 大家把他跟柯P拉得很近 認為他是柯P手下第一號湧將的話 那人家都會覺得說你柯P的團隊裡面 怎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真的 回頭過來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你做了台北市長八年 你手下的人才庫會如此空虛 你現在要選總統 你卻只能網紅化的經營 靠網紅跟你連結 靠網紅幫你帶流量 那你手下到底有沒有一些 能論述能治國的人在哪 不是有民眾黨的議員嗎 他們沒有辦法幫忙論述 我才在講民眾黨的議員 民眾黨的議員在那個姐妹會之後 人家說你安排了這個橋段 像引起那麼大爭議 你知道被問到了民眾黨議員 都說那跟我五官 那不是我安排的 那不是我的事情 大家也為了之後的選舉來做考量 這叫強將嗎 我就問一件事情 今天我覺得民眾黨的危機 簡而言之看一件事情 你辦活動出包了 本來半天就可以解決了爭議 現在燒到現在第六天了 好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承擔說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們安排上的 這是我安排的活動 我安排的失誤 然後我跟這個空服員工會道歉 然後我們下次會改進 有沒有半個人這樣 會被柯文哲罵你墊高自己 所以你看柯文哲 現在就是陷入這樣的困難啊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大家只知道說不能惹柯文哲不開心 對不對 所以不能幫他道歉 免得柯文哲不開心 但是又不能永遠的就是說 我們就是做得對 這就是我安排的 我做得對 而且以後我再開其他姐妹會 我都要再派人辦其他的職業 也不能這樣子講 對不對 所以越描越 所以現在民眾黨就先入在一個 他們沒有動能 那唯一的動能在哪裡 在這個友軍網紅像館長這樣 那可是館長他並不是政治上的思考 不是政治的思維 他就是每天跟他的聊天室的網友在聊天 所以就很容易會歪漏掉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從這個空服員 訪空服員應援團 今天已經歪漏到會不會惹到 cosplay的這一圈的 你看柯媽媽柯妹妹就趕快出來救援了 這個這個更加不行 因為我講真的 臺灣民眾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大家知道大家對於總統的家人有很高的要求 我說議員的家人 立委家人 縣市長現在還好 可是對於總統的家人 臺灣人是希望總統的家人有分寸 這一點如果柯文哲身邊沒人可以提醒他 我相信也不會有人敢提醒他 因為一提醒就是得罪佩琪 得罪柯媽 那只有我敢講 但是柯文哲不會聽我講 我覺得他這個自己要想清楚 他團隊到底什麼 不只東螺西螺等一下再講 還債五百七十億這個是柯文哲大概從第一任任期結束之後 就不斷地在各種的網路社群平臺不斷在宣傳說阿伯就會還債 最守財政紀律 所以很多人根深蒂固說柯文哲很會還債 雖然在這之前我們都討論過好幾次 但是這一次正好藉著柯文哲主發動主攻 去攻中央的財政紀律 那我們就好好檢視一下柯文哲財政紀律 所有瞭解政府預算的人都知道 政府如果有負債的話 他每年會有一個叫做法定 債務還本 中央跟地方政府都一樣 就是我不管你有沒有錢 你每年就是用信用卡 概念叫最低櫻腳金額 這樣大家就懂了吧 臺北市政府的每年的法定債務還本 最低櫻腳金額是六十六億 也就是說不管誰當市長 今天換了李德維當市長 換了阿苗當市長 你就每年就一定至少要編六十六億的預算 去還 所以八年可以還多少錢 還五百二十八億 就是不管誰當市長都得還的 柯文哲說他八年還了五百七十億 你再減掉這五百二十八億 其實他真正只還了四十二億 四十二億膨脹到五百七十億 用徐曉星的邏輯 哇 這有大祕寶 膨脹十幾倍 這一定有大祕寶 徐曉星要不要打一下 我提供素材給你啊 需要資料來 跟我跟我要 就是應該監督嘛 對不對 你是台北市議員 對啊 好 所以你說柯文哲有沒有還債 有還了四十二億 但但是至少有一點 我們是就事論事 至少他是沒有舉債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 他還了四十二億 可是為什麼會挪這麼多錢 那這個錢跑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大祕寶 先講一個 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的教育基金 他其實應該是教育發展基金 這個這個錢是要幹什麼 因為其實台北市有很多特種基金 比如說他有捷運的這個交通的基金 然後停車場有停管基金 特種基金依照預算的規定是專款專用 教育發展基金 你就只能拿來做教育使用 那因為高中以下教育是屬於地方政府 所以他等於是給小朋友的教育經費 簡單來講 二零一五年 也就是柯文哲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號就職 二零一五年是他當市長 第一個完整的一年 當年的餘額 還有一百四十億 到二零二三年 到今年只剩十二億 講萬安上任之後 一看到帳目傻眼 剩十二億 一百四十億 剩下十二億 用掉一百二十八億 請問這個錢跑到哪裡去了 萬安很可憐 他又要幫柯文哲 付北 北溢 北流的十一點九億 還有北溢的兩億多 後面不曉得 還有多少爛攤子 萬安都覺得小介身是比他強 所以不能說話 錢都被柯文哲用光了 好 不只教育發展基金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從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二零年 柯文哲二任期是到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五 他就這個統計表什麼 就是臺北市政府 向所各各種特種基金跟專戶調度周轉金額 等於是調度就對了 去嘎三點半 二零一五年掉了兩百九十三億 二零一六三百二十七億 二零一七兩百八十二億 二零一八一百零七二零二零二零年四十三億 總共柯文哲八年市長 跟臺北市各個應該專款專用的基金 掉頭寸掉了一千零五十二億 其中二零一六年三百四七億是全國第一名 柯文哲市政滿意度全國倒數第一 但是他借錢是全國第一名 請問我就問柯文哲一個問題 你這八年來像臺北市的各種 該專款專用的特種基金 掉了一千零五十二億 你還債還了五百七十億 請問另外還有五百億跑到哪裡去了 你花去哪裡 你要不要出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柯媽媽應該沒辦法說明 柯媽媽應該搞不太清楚 柯妹妹大概也沒辦法說明 那柯文哲你要不要出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所謂的財政紀律就是把該專款專用的錢 拿來挪到其他地方用 然後去騙大家說你是最會還債 你最守財政紀律 柯文哲你從頭到尾 至少就財政紀律這件事情上面 你根本就是一個騙子